chinesefn.com中文投资网一个赚钱的网站 chinesefn.com一个赚钱的网站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新任的分析师Will 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解盘 那么之后我也正式开始 在中文投资网的这样一个分析室进行直播 我直播的时间是8点到9点半 以后每周三的整个美股解盘的这个节目 也就会由我来主持 那么今天的第一次主持 我们还是照惯例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大盘的波动情况 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指数 是整体上出现了一个高开的节奏 那么标普呢是一路高开 直接就是冲上了二三六五点的这个位置 随后呢是一路上行 直接冲到了最高冲到二三七八点 离我们之前画一条趋势线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但是不幸的是呢 在这个盘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消息面的影响 那么就是美联储 他发布了三月份的整个美联储的加息的一个 议席的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一点半的时候 大家请看屏幕 这是我用这个框框出来的地方 就是十一点 在西部时间十一点钟 东部时间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呢 美联储的这个议席决议就发了出来 他们的这次报告里面 除了提到像网上一样 我们要保持一个鹰派态度 在今年可能还要加息两次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外 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美联储要缩减它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可以说是引发了一个市场的紧张 因为加息本身就是一种缩减流动性 美元流动性的一个方式 而整个的要缩减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话 就意味着美联储很有可能会用公开市场操作这样的方式 来回收市场上的美元 那么会对整个这个美国经济造成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这样一种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 会把市场上之前发通过QE散发出来的美元 重新回收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有必要的 但是货币政策的这样一种偏紧张的形式 在已经加息的前提下 可能会对美股以及相应的经济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影响 因此市场在11点半公布这个消息 11点钟公布这个消息以后 就开始一路的向下走 随着这个光标一直一路往下 回吐了当天全部的涨幅 像道指最后虽然说是盘中一度 还是说保持在这个上涨状态里面 但是尾盘时候也抵挡不住 这样一个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 也最后收跌 那么标普呢 更是重新触及了2350点 这个之前比较重要的支撑位 因此呢 在今天呢 走出了一个带有很长上线的一根大的阴线 总体上来说 市场的情绪呢 开始在这个 逐线去向偏弱和紧张的一个过程 那么另外一点 我们需要关注的 则是在明天的时候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正式和 美国的现任总统特朗普进行见面 那么两个人的见面 也是市场发酵多时的这样一个新闻 其实在周一周二 美股的表现相对疲软 就是市场上就认为呢 是这样一个两个人的会面呢 可能影响了整个的市场情绪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 特朗普呢 他是一个很难以琢磨的人 而他呢又对中国的这个贸易 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赤字 但有很强的不满 那他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呢 很有可能是想向中国施压 在贸易上 或者说在朝鲜问题 还有一些像南海问题这样的问题上 给中国呢施加压力 并且呢 从中得到一定的好处 但是呢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也未必就能够给他 这样一个得好处的机会 所以说呢 这次的会面呢 可以说是已经有一点火药味 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市场本身的情绪也就偏紧张 这也是导致今天盘中 一有这个负面影响出来之后 大盘就马上下挫了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除去大盘的影响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屏幕 我们看一下今天原油的这个走势 从这个我们的原油走势的日线图上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这边 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三条线 那么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呢 整个油价呢 是在50到54至55美元 这样一个区间里头进行波动 那么前段时间 由于原油库存的上升 整个这个区间呢 被打破 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震荡区间 就是47到50美元 那么得益于最近整个市场情绪的放缓 因为大家开始认为 AO配克这些原油产出国的 他的这个现产协议 对市场的影响还是有效果的 而且美国最近的这个原油产原油库存的增速 也比以前相放缓了很多 因此呢 重新进行了一个向上突破的节奏 打打重新回到了50美元上方 并且还有可能继续向上走这样的一个位置 但是在今天呢 原油却出现了一个跟大盘比较类似的一个行情 也是盘前冲高猛烈上攻 但是盘中呢 却出现了一个明显回落 我们看到油价的一分钟图 这个图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见到 其实在昨天API的库存数据 放出来之后 呃原油呢 是逐渐震荡上行 一度是冲进了52美元 但是在盘中 因为这个EIA的数据要比 平常我们看到数据要差一些 所以说则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除去大宗商品 我们在各股方面所看到的各股呢 则是 Amazon就是代号是AMZN 今天也重新刷新的新高 但是没有能够守住 另外还有一些熊安概念的中概股 像ONP和这个CLI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 以上呢就是没有说法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Ch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